大家好,歡迎收看《初歌學投資》 我是李國興 人民銀行改革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簡稱LPR 新政策對按揭貸款市場影響較大 當中最大的改變就是從此不再有按揭折 在LPR新機制之下 商業銀行以央行五年期以上的利率作為按揭參考 央行更規定個人首次置業貸款利率 不能低於五年期的LPR 而第二套物業的按揭 更加要在首置按揭之上再加上0.6 以往內地按揭是可以打折扣的 因此在新利率機制下 銀行批出的按揭最低收費 都只能按五年期LPR執行 不再有按揭折扣了 帶出按揭貸款重年的信號 對於一些執行中按揭折扣的城市 今後變相其實是要加按揭 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 在介紹新的按揭規定時 明言要抑制房地產投機 總結而言 五年期LPR已成為內地按揭市場的利率新標準 初過要密切留意人行 每個月公布一次的LPR 從而判斷內地樓市政策的鬆引